因为一切无章即见如来 然后即使到无章了才能见到如来 所以说这个世界到那个位置呢 才能感到佛教的显化 看到如来佛 是这样吗 不是看到如来佛 如来是一种自信 如来就是一种灭盘 无趣意无来 实际上就是看到人生的本性 明白吗 只有无我的话 你才看到自己的本性 明白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在社会上做人 你如果把自己忘记了 那你就想到的是众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就是这种雷锋 把人家都忘记了 他就记 他把自己都忘记了 他就记住人家 你说说他 他不就是良心本性最善 他不 还不想摇下来 他不客气 那我 有一个